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个城市承载了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 我们这个城市还承载了在全国社会经济当中承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我想我们全部的上海使命应该有这样的大局观 现在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病房很紧张 隔离点没有环境 120没有车 明白 现在让我通知人家阳性 健康云上面是个阴性 我们都来了人家打12345投诉健康云 搞什么搞嘛 现在连上海发布微博上面都关闭评论了 现在早晨四点多钟就来了 到现在都几点了 这个菜是不是要全部烂掉 水也没得喝 上海有小麦铺有没有 车没得吃 我是来支援的 无偿的 我现在我连温宝都 你知不知道我们有浦东的居民 浦东的朋友们 他们收到大礼包 上面印的是宝山区政府 你让我们作为宝山区大厂镇的居民 是作何感想 我也需要上面有好的政策来给我 我可以对居民有交代 现实是没有 知道吗 没有 那个工作让我更新皮了 为了谁啊 我自己也有家呀 你们有家在不住 我是有家办公呀 要把他打死了 哎呦 天呐 我们都是一栋楼的 我们都是好朋友啊 你是来自于创严的地方 到我们这里很同意 阿姨一定要让人家看看 谁说 谁说外乡人在上海不定了 还有好点这个咸菜多吃一吃啊 警察给我们送饭来了 上海的好警察 几天没吃饭了 我现在的牙 从早上的八字中 一两年 来来外外吃了两汤 我们也接受 我去外港 去外港英语肯定能接受啊 也有个多两汤 可能就 我们来吃这个东西 那里的牙娘娘啊 是能煮出这个日期吗 他不让你进吗 人家住在里面的 不让人家进 有这个道理吗 我原来昨天就想送给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这个大家相互感染 但是呢 今天我想来想 因为很多的都不会死人的 哎呦 饿死人的 男生这也算 可能就不顶了 我没有了 我这个楼你看都还没有封顶 进来了以后 就所有人先抢被子 抢床 那你告诉我哪里收拾的 我不知道 我不是在那里 我也喜欢这里的 这种是连床都还没有支起来的 人家就直接睡地上了 那你们发布发布置 你发布发布 所以你等同学 我们进去啊 等同学我们都快饿死了 我们都说猛啊 火再怎么办 你告诉我火再怎么办 火再怎么办 火的孩子刚糟了 阿姨你们在哪 不好意思再饿死一下 不是说我们不配合 是我们作为计刃者 我们根本就对不了这样的 对吧 这样的话原来计刃者还这么做 明天过后你们封调一丝 我的志愿者怎么样 1275也打过了 110也打过了 是吧 我知道您都打过了 您看有结果吗 是没结果 我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在考虑什么事情 李老师 我真的很无奈 我现在 我比你更伤心 因为年纪是一个家庭 我看到的是无数个家庭 对 您所谈的一切 我真的很理解 您的情况 我以书面的形式都已报 电话打过无数次 谢谢您 对不起 李老师 我无能为力 哎 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